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上次試過一條影片 和大家一次過分享幾間不同的越南賽館 今天這條影片和大家去尋找泰國的風味 一次過和大家分享兩間泰國賽館 現在一起去看影片 Let's go 如果觀眾朋友都喜歡收看這類型的自費真人實測飲食分享 或者其他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片 就記得按我 Danman 826 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今天第一間和大家分享 就是來傳聞這間小曼谷的餐廳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朋友來過 比較是一個街坊式的泰式餐廳 我剛剛看過餐牌 它的食物都不算很貴 我們又叫幾款不同的食物 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間是經濟實櫃型的泰國餐廳 我們叫做一二三四五個菜式和兩個飲品 這張單很特別的 它是用泰文寫的 因為很多工作員工都是泰國華僑 又懂泰文又懂廣東話 也挺有風味的 有些食物來了 這個蝦餅 它炸到圓咕嚕 有個洞洞在中間 好像一個甜圈 四十多元的價錢也有五個 份量也挺足 不客氣呢 先試一下蝦餅 哇 很爛爛 很爛爛爛的蝦肉 甜酸醬也是很開胃的 很爛的 可以吃 這裡是給大家一個想法 是坐得比較迫潔一點的 還有坐的是圓椅 當然不會像大高級餐廳一樣舒服的 剛剛試到蝦餅就好吃了 現在先試一塊豬頸肉 豬頸肉都來了 雖然價錢不貴 但都是很大份量的 又是怎樣 辣汁看如何 最喜欢就是这些辣汁的味道 是挺辣的 肉质也不错 这个猪羹肉 我们还叫做一个青咖喱牛肉 泰式香叶包鸡 马拉策炒通菜 五样东西 加蒜蓉包 还有碗饭 有两斤 饮品就是可乐 另外一杯是橙汁冰 它这个冰沙是挺好喝的 其实我朋友之前来过 因为它有车 所以又车进来 方便一点 不用搭车进来 很脆很脆 蒜蓉面包 这个青咖喱 有长青豆 有矮瓜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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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牛肉 那不是太多花筋 味道刚刚好 可以的 这个咖喱 牛肉是有点硬 有点咬口 它就不是松肉粉 松到粘 牛肉 是要用牙力去咬 泰式马拉盆 泰式马拉盆 炒通菜 都很有鲍气 炒得很有牛鲍气 味道又正 泰式香叶包鸡 泰式香叶包鸡 那些鸡的肉质 都不会很硬 不会干 但是呢 就略嫌淡 不要说那个香叶的香味 好少少 那就是靠点那个酸辣鸡 来加重的味道 你看到餐牌 很多东西都很吸引 有蒸烏头鱼 辣的生鱼 肉碎 很多东西都想叫 不知屯门街坊 有没有人来过这间 有什么特别好吃的 可以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 个人感觉 这个有少少 去了泰国的大排档式 吃了一些餐厅 吃泰国菜的感觉 因为这些客户又是泰国人 又是草草的 像大排档式 风味又不错 在香港找泰国食物 当然要来到九龙城 不过没有想法哪一间 现在就走一圈 看看哪一间 就去试一下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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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进来在龙江道 这间叫超柏野 它都应该是泰文译这个名字 其实这间是有个朋友说过的 之前都 我记得 所以看到也有人在等着 那我进来这间试一下 这间试一下 好 那些餐牌的东西都很吸引 不如是两个人不叫得这么多 我們叫南瓜咖喱玄學蟹配薄餅 另外有花餅、蜜糖雞翼 還有廚師推介的魚露炒椰菜 另外有椰青和柚子梳打 這個地方也不是很大 都是十張八張桌子 晚市是六點鐘開始 剛才都五點九來到 也有幾個人在等位置 蝦餅來了 它一定是炸蝦餅 有六件配上酸甜醬 它的尺寸沒有我上次在屯門小曼谷那麼大 不過它是有六件的 中間有個小洞 都是同樣的好吃 都是大牙爽口 吃這個其實是熱辣辣 它不會太油膩 很棒 南瓜咖喱 軟殼蟹很吸引 整個南瓜上去放了咖喱 另外軟殼蟹炸了 是分開上的 有個粥腩分開上 也有幾個 另外是叫做薄餅 薄餅我們來吃這個咖喱 嘗嘗咖喱味道 讓薄餅點咖喱試一下 這個咖喱汁裡面 它是稠一點的 有些紅椒、青椒、青豆 這個咖喱不是辣的 甜甜的咖喱 這個圓過南瓜 咖喱軟殼蟹 可能是一些 裝修得漂亮一點的餐廳 這間都要起碼賣二百多元一個 我就覺得這個南瓜的咖喱 就有點堅密 有個南瓜 還有這個咖喱的特別是 加了蛋 加了一點 其實我見咖喱桌吃的咖喱 它的樣子都不錯 但是便宜一半 可能吃普通咖喱OK 不過這個用來打卡 拍手也不錯 這些喜歡打卡 其實吃吃這個南瓜 南瓜咖喱也不錯 把南瓜肉放進咖喱裡 拌過來吃 甜甜的 廚師推介的魚露炒椰菜 我就覺得清淡了一點 如果喜歡吃比較野味的 都應該叫做 泰式炒通菜 或者馬拉棧炒通菜 這個青檸蜜糖雞翼 燒得很好吃 很乾身 又黏著蜜糖 點了泰式辣汁之後 很野味 這個很棒 它有三隻雞翼 全隻的 不過切開了 分開了六份 它就是把雞鎚 和雞中翼 分開了 每一隻 觀眾你會喜歡吃鎚 多一點 因為吃中翼多一點 我自己喜歡吃多一點 通常肉嫩滑一點 這個味道真的不錯 剛剛看過我兩間不同的泰國菜館分享 你們喜歡哪一間呢 合不合你們口味呢 又或者你有沒有吃過一些 好吃的泰國菜館 可以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覺得 第一間的屯門小曼谷 雖然地方比較適合 但我覺得它很有風味 很有泰國大排檔 因為草草地 又逼逼夾夾 有一點風味 如果可以的話 它的食物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挺划算 因為我們兩個人吃了這麼多 都是278元 免加一 但要收現金 第二間九龍城的超拍椰 味道也不錯 但價錢就略嫌不到 是比起泰國屯門當然是貴一點 我相信在九龍城區的價錢也差不多 我們那天吃了510多元 因為要加一 不過我們叫了一個比較特色的南瓜 比南瓜的咖喱 那個就貴一點 而且我最喜歡吃的就是蜜糖雞翼 真是回味無窮 下次再吃要吃兩碟 觀眾朋友 喜歡我今天分享這兩間不同的泰國菜館 記得按個讚和分享給朋友 我想下次不如和大家去尋找一下台灣的地道風味 記得按我的訂閱和小鈴鐺 因為我出片的時候就不會錯過 你不按小鈴鐺 有時你會錯過我的影片 記得追蹤我Facebook IG 記得特別優惠資訊 生活點地可以和大家分享 下禮物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